西文之後來看到是桃園彩色海域祭 自從開展以來到上個週末為止 已經湧入超過50萬人次進場來參觀 農業局是提醒了這海域祭的展期 直到這個週末 歡迎各縣市的遊客到現場參觀 拍美照來一場視覺饗宴 即便是平常日 依舊有不少民眾 特地帶著親朋好友來到桃園彩色海域祭 拍下一張張美麗的照片 彩色海域祭只開展以來深獲民眾們的喜愛 占地七點萬起的場地 不僅有8萬株海域花 現場還有許多設計巧思的裝置藝術 每到週末時會將現場集的水泄不通 很多遊客第一次參加海域祭 到現場看到很多新品種海域印象深刻 老實說我是第一次來參觀海域的員 以前都是在陽明山 這一次剛好因為就跟著姐姐一起出來旅遊 然後剛好來這邊真的很不錯 看到很多新的品種 現場也有幼兒園帶著學童前來參觀 孩童們都覺得非常新鮮 回去會想跟朋友分享 今年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彩色海域祭嗎 對 那你覺得這個彩色海域祭好不好玩 好嗎 我想要帶朋友一起過來這邊玩嗎 對 等待接駁車的民眾分享 他們原本計畫是要去新竹 但聽說桃園有彩色海域祭特別來看看 我們這是第一次到這邊來看 因為是彩色的海域 所以跟陽明山的海域不同 所以說我們特別本來是要到新竹的動物園去的 那我們特別改到這裡來看這個彩色的海域 因為彩色海域第一次推出吧 我是不知道大概是第一次 所以我們大家都很高興來到這裡 最後提醒民眾 海域祭場地周邊有交通管制 建議可多利用大眾運輸前往活動現場 園區免費接駁車時間 從早上8點半到下午5點半 錯過今年就要等到明年 才能夠見證桃園彩色海域祭 好看好拍的美景